耶稣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走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这几天所说的心理现象 其实我们很轻易能够去做得到 尤其我觉得在我们石安的弟兄姊妹 很多弟兄姊妹能够为神付出到这样的程度 根本大部分其实都已经能够做得到就是发光 但是只不过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诚实地面对自己 我们不自觉用在我们的潜意识 存藏着一个完全矛盾我们理性的一个信念 而我们有得这个信念 继续孕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用虚假 我们用谈话 我们用很多方法去遮掩 我们用推堂 我们用推射责任的方法 但是久而久之在信主越来的话 祂因为我们这样去保护祂 珍惜祂 看祂是我们左右手向 而是我们的配偶 祂会成长的 祂除了我们真实的信仰成长 而有机会有一天 祂吞誓了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没有人管教 没有人去遮掩我们的错 没有人发现我们的黑暗的时候 我们就要和我们一起去成长 所以到今时今日 很多时候我处理一些教会当中的领袖 一些人的偷懒 说大话 很多时候他们针对 要不然这件事就不会撩起了 当我听到的时候 我直到心都凉了一字 对他们竟然会说出这样的事 就好像如果没有这件事 不撩起就好了 但我想知道 那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黑暗世界 我们尽快撩起它就越好 因为当它孕育变成一棵大树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自觉 被它拉我们入地狱 所以原来对付我们的黑暗 有两个基本的难处 第一我们根本不明白 原来我们潜意识是一种矛盾的信念 是可以忍辱的 第二我们完全不明白 原来我们不自觉之下 我们爱慕黑暗 保护黑暗 当它是我们的配偶当 它是我们的左右手一样 而第三个难 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 而我们真的要一次过去处理 那是要很抵得痛的 因为实际上说真的 例如我举一个例子 在早年我开始讲到的时候 有人指证我的错误 我自己说真的 我自己是会不舒服的 是不开心的 但是当我遇到这种不舒服 不开心 我不会有得它长年累月 是这样的 没错 或者头一两次 或者十次八次 我会有得它令我不舒服 但我不会长年累月 有得它在我的内心当中 对我一种伤害 当然有些人为了避免这种伤害 于是他会建立自己的自尊 但是我会反过来的 因为我发觉这种伤害根本就不是我想的 不单止的 而是这种伤害根本是因为我黑暗 所以我就会开始去调节 当有人每一次去说我的错误的时候 我用什么面容 我用什么态度 去鼓励别人以后继续这样做 还有用什么表达法去让人知道 我是很乐于接受他这样说的 很乐于接受他的指证的 换句话说 有时候我们的黑暗 我们原来有两个方向去处理 一个黑暗就是说 我们去继续保护 免得我们黑暗受到挑战受到伤害 另一个就是 将我们自己更加放在光灵底下 让我们能够去走在光里面 但是原来当我发觉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亲人 就能够和我坦诚相交 原来这种难的难载就是说 很多人是不懂得按步就班这样做这个步骤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在我们有生之年所识的人 不是个个都做到的 随时是百中无一 也是因为这样 这个在永恒里面 我们所表达的信息就是无价 换句话说 我们要学习发出我们自己的光辉 就是在你发现自己的某种黑暗里面 你可以学习发出你的光辉 比如举个例子 我以前我小时候已经学习贪钱 学习偷钱的了 所以我会设计出我自己建立的这间教馆 我完全不会数钱 我不会碰钱 我自己也收一份薪水 又或者我小时候 我自己本身在道德上很软弱的 我自己设计一种生命 就让我根本完全不会接触异性的 我和异性不会只是我和异性坐一辆车 或者坐一间屋里面 也不会的 一定要有我太太在场 或者总之他们要么就不要出现 或者有另一些人在这里做一个好的见证 在我的生命当中 或者我讲到的时候 有一些人的基本上的软弱 有一些说错话 这些都是一种黑暗来的 我会设计这种方式 去导致我能够活在光明里面 这种就是我发出我自己这种生命品质的光辉 而不是装甲那种光辉 或者单单是学习别人的光辉 而是我会让我自己在我信价 在我侍奉 在我信仰 甚至是我在管理教会当中 去执行一些新的责任 新的方向的时候 里面都可能在管理上出现黑暗的 我就会设计一些属于 解决我黑暗的一些处理法 我会不会有些东西 我看得清楚 我就已经去作决定 我就会设计一些 我会打烂沙盘民道督的方法 去导致我里面能够发光 所以在我自己 侍奉的这二十多年当中 我由一个评讯途 变一个牧师 由一个只是自己聆收 变成上台分享 由一个在聚会当中 坐着听义成 站在那星期去拜聚会 由敬拜摘美 到港道聚会 神迹聚会 报道会 至到书的聚会 每一种我在生命当中 去执行一些新的东西 当我去扩展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在我的信仰也好 在我自己的修养里面 内涵里面 甚至在我自己的才能上 都有某一些黑暗的 而我就会尽我所能去设计一些 生活的准则 一些方法 去保护我的光明 去爱惜我的光明 每个话说 既然我以前这么贪爱 这么保护我自己的黑暗 就好像当我是左右手 当我是我配偶 但为什么我现在 不去爱我的光明 看我的光辉 好像是左右手 看我的光辉 好像是我配偶一样呢 所以你会发现 无论哪个时候 入华上台讲到 都是一定有某种的水准 是因为这个是我的光辉 我是保护它 好像是保护我的左右手一样 我无论我自己去带领一个聚会 或者我去分享一篇信息 或者甚至我处理一件事也好 这些就是我的宗旨 这是我所珍惜我做事的作风 而这些的作风 就是在整个的处理当中 都是表达一个信息 就是我愿意在这些事上发光 所以原来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在我们自己的黑暗上面发光 而不是说 反而我们的发光是抄袭别人的 但是我们的黑暗 我们反而保护它 但我发觉很多时候 这些信仰上懒的人 就是喜欢这样的 他喜欢就是说 他不会处理自己的黑暗 最好的黑暗不要让人知道 他不会想着想一些方法 在自己的黑暗当中将它变成光明 让他不会再在这个黑暗当中 沉迷或者沉醉或者隐瞒 反而他就让这个黑暗变成光辉 变成他人生所表达的一个信息 就如我所说 但这种人随时是百中无一 所以这就导致你在永恒里面 好像那麽多前书第15章 第35节开始说 所发出的光辉 是可以各有不同 当我们越是懂得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自发色 是在我们的黑暗当中 将它转变成光辉的话 那你就真是一眼的明灯了 又翻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有对中人说 我自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走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尋着真多 从杀身心 愿你是我眼眸 不随正的乎 你别去放 在世我已经发光 向着天光 向着前奔望 我心见闻不退后 你回望 此时失去我 却是否回复 在宝石天光 路心四方 搭在美国道 如声乱说话 心里兴奋也向往 你将我身远 扶着作者 一人一样的期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